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对征战中甲于下的比赛 而梅线且看连夜解雇主帅的重磅新闻 无意料许多中国球迷震惊不已 要知道 就在23日晚结束的中甲比赛中 伊格纳西奥才刚刚率队主场逼平了7分榜排名第三的深圳家赵健 但是因为进来糟糕的战绩 他最终还是成为了本赛季中甲 又一位中途下课的主帅 而他仅仅指教了梅线队八个月的时间 相信关注西甲连载的球迷 对于伊格纳西奥应该都不会陌生 这位西班牙名帅在西甲拥有超过130场的执教经历 而他曾经执教的西甲球队包括乃范特 巴拉多绿德 阿尔梅里亚等中国球迷二熟能详的境遇 2011-12赛季 伊格纳西奥甚至韩利亚穆里尼奥和瓜迪奥拉两大世界名帅 当选了当赛季的拉蒙克莫奖 及西甲赛季最佳主教练的殊荣 可以说 伊格纳西奥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 不仅仅是在西甲 伊格纳西奥还曾带领上海身心 获得过2017赛季的中甲第七名的好成绩 当年的足鞋杯他也带队杀进了四强 正是因为指教履历如此辉煌 今年一月份 刚刚身上中甲的土豪球队 梅线铁汉 才会邀请他作为球队的掌门人 新赛季的梅线铁汉 拥有穆里奇和阿洛伊西奥两大中超金学职员 再加上队内还拥有诸多恒大旧将 活脱脱就是一支恒大二队 按理说 这样的阵容配置就算无法冲超 中甲宝级也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遗憾的是 伊格纳西奥却不慎将这艘航母开发了 截止到第25轮 少赛一场的梅线铁汉 已经排名到属第三位 仅仅因为竞胜球的优势力压到人超越 而没有跌入降级区 正是因为如此惨淡的战绩 让怒不可恶和梅线对高层忍通解雇 这位当初他们高薪请来的西甲名帅 不过虽然伊格纳西奥已经临职 但梅线铁汉接下来的宝级形势依然严峻 这只中甲恒大少有不慎真有可能上演一年留后 就重新跌回一级联赛了 特别忘了 然后再放了一会儿 感谢观看 深入 解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